真没想到葱包豆腐能这么好吃 还下饭 菜饭也是这么简单 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准备点大葱切成段 来点石油盐 来点白糖 来点生抽 蚝油 来勺淀粉 搅拌均匀了 锅里来点食用油 把豆腐一锅的掰下来 放入锅里 倒入几只金黄 给它拌个面 倒入几只拌面金黄 把这个料汁倒入锅里 拌拌均匀 使大葱拌生 入锅 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葱包豆腐就做好了 看着是超级的有食欲 这个汤汁拌饭都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一下试试吧